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你吧 我先吃了 饿死我了 星月 姐要回去了 今天我跟关涛辞职了 等他们招到新前台 姐就回万家庄了 不是 你 辞什么职啊 傻不傻 你是跟关涛他们一起创业的 那会儿那么苦你都没放弃 这会儿都已经打开局面了 多亏啊 而且你回去能干啥 你想好了吗 我想开客栈 星月 姐钱不够 你能借姐一点钱吗 不是 是 客栈 姐 你要是说回去是开客栈 那我 我不同意啊 你知道人家都说客栈是什么 是农民专门坑城里人钱的 多难听啊 星月 我好好做生意 咋就成了坑人钱了呢 你是不是就是不想借我钱 我怎么能是这个意思呢 不是 姐 你要说钱 是 我现在的确是开着车 拿着好包 但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工作需要 我没有看起来那么富裕 而且主要 是因为我觉得你这事不靠谱 不是别的 你也不容易 雪庄姐没给你提过 算了 你先吃吧 嗯 不是 这 姐 嗯 那这样 回头给你拿一万块钱 如果你去你 过日子有需要的话 我再给你拿一些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如果是开客栈的话 我不同意 不是 姐 你想想 你跟万家庄闹成那个样子 你要是开客栈 是要建在人家地上的 那水电都得用人家的 那他们能不刁难你 到时候双方能不起冲突吗 到时候真要起了冲突 我是他们的律师 你是我亲姐 你让我家在中间 我咋办呢 就公事公办呗 如果我真跟万家庄的利益 产生了冲突 到时候你就做你的 我就做我的就是了 我就不该跟你张这个口 姐 我永远也不会忘了 我是在为咱们一家人奋斗 你还记得我承诺过吧 我说 我一定要在城里 买一个大房子 让你跟咱妈都住进去 然后再把自己架到别人的大房子里去 不用 姐会有自己的房子的 你也不用想着 把自己架到别人的房子里 凡事还是得靠自己